《新年代人》 你一定觉得这很不卫生啊 伤害身体啊 我们在那个时候没听说这种话 日子过惯了 心意为常了 可是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头 过这样苦日子的人 不是没有啊 恐怕还很多 我们想这一点佛报 当然 过去身中 旧的吧 可是这个佛报 想得尽啊 不是永远想不尽 很容易就想完了 尤其是身在佛中不知福啊 不知道修福 不知道习福 所以这个佛报很快就想进 想进之后怎么办 纵然有寿命 福没有了 寿命是很长啊 没饭吃啊 卧死了 你说冤不冤枉 卧死冬死 他虽有寿命 还是要死 这是中国古人所讲的 落井人亡 落井是你享受的 你都给尽了 寿命虽然很长 但是也不行 还是要死啊 那么翻过来 寿命短的人 他一生呢 肯息福 肯修福 寿命到了 他的腹路没有尽 好多的 往往这种人呢 隐寿啊 特别想完嘛 就是说 他有六十年的佛报 他非常喜福 非常借景 六十岁呀 时间寿命到了 他的福很多 余福很多 寿命自然 会延长十年 延长二十年 延长三十年 这个是 因缘果报的定律啊 这是真理啊 是四十真相啊 我问要不要 长寿呢 要 为什么要长寿呢 我们要多一点的时间 来修学 时间短处 我们倒也没有成就 如果时间长 纵然我们倒也有成就 你念佛 念到功夫成片了 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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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资格往生 但是佛在经上讲得好啊 娑婆世界修行一天一夜 等于极乐世界 等于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 等于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啊 假如我们在生活世界寿命长一点 再有几年 再有几年的时间 我们从功夫成片修到四一心不乱 到极乐世界 也岂不占大便宜啊 我们生 方便有据土 如果说明再长一点 我们能够修到礼仪先不乱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食报壮严土 所以真正觉悟的人 真正明白人 在娑婆世界其他不争取 争取世界 因为娑婆世界的时间太宝贵了 宝贵在什么地方 也不是没有道理 娑婆世界 进步很难 退转很快 西方极乐世界情形 跟我们这里恰恰相反 这个 它那个地方没有退转啊 但是进步很缓慢 不像此地 此地可以有大进大退 它那里不退 但是进得很缓慢 没有办法大幅度地向上提升 这个地方可以大幅度地向上提升 所以这个云 苏婆世界比极乐世界好 哪个世界都有好点都有缺点 我们把苏婆世界的优点掌握住 抓住 确定完全捨弃掉 我们就能得大成就 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修行 一生当中能够达到离心不乱的人 有没有呢 有啊 有啊 不什么有啊 中文的知识 大切大路 明心见心 跟进途中的离心不乱完全相同 明心见心 明心见心 什么叫明心见心 说这些名词 让我们听起来迷迷糊糊 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明心见心 换句话去 用真心不再用忘心 心心是真心 你能够用纯真之心 就三十报转眼图 什么是忘心呢 自私自利的念头 就是忘心 如果我们还搞不清楚 或者是 法师 你也是凡夫 你也有烦恼 你的话 我们未必相信 那拿佛的话 那是 金刚经上有个标准 用真心的人呢 立四相 立四相的人 就是用真心的人 不幸运 对 不知 我们应该跟他闹走 如果有意思